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上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下去就炸腰 然后像右撇子的风车很容易炸到右边的骨盆 或是正后面的脊椎 那就是因为你下去的时候 你的左脚没有往上带 所以你下去的时候会太低 它会直接炸腰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改善的就是 试着让我们的左脚抬高 然后尽量经过右边肩膀的垫 然后把左脚拉高 它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炸到腰 这个是至少要做到的基本高度 我们风车是做躺背 不是躺腰 所以我们在下去的时候 要让我们的腰离开地板 那重点就是要让我们的重心往后放 可能你头会害怕不敢往后躺 但是你一定要试着把你的两只脚 往头的方向压 然后往后伸 你的重心就会比较高 你的腰才起得来 有些人会为了让风车比较好续圈 它会闪过右边肩膀跟左边肩膀这两个点 即使你这两个点都有做到的话 你第一个比较不容易炸到腰 第二个你的轨道会走得比较慢 相对你的续圈也会变得比较好做 脚画轨道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不会画轨道的话 那只要试着用力的把大腿撑开 小腿弯曲没有关系 但是大腿绝对不能合起来 大腿只要一直打开 身体的点都有躺到的话 你的风车自然就会出现轨道 感谢大家